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健康国辉的心理咨询师 用专业的心理帮助重塑囚犯的人格 我在寻找一个切入的一个关键点 面对让黑暗吞噬的灵魂 他们在捍卫法律尊严的同时 怎样传递社会的温度 心理访谈系列节目 高墙内的心灵救赎 她挥刀痛杀未毁 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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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刀 十二岁 她才有勇气回溯往事 说不出那种痛 太难受了 十二年前 她遭遇了什么 十二年间 她如何在铁窗内 完成一次次灵魂的救赎 欢迎收看心理访谈系列节目 高墙内的心灵救赎 难以启齿的过去 爸妈 你俩坐着 不 爸 真的 姑娘子都拖了 当时没有不听话 走到今天 你要这么一话 爸爸心里更不理 爸 我真的 那你回去 我提早 爸爸不押我 都离开 一路都离开 我觉得我太对不起你了 太对不起你了 姑娘 你让我给你磕头 完了我这个心愿 爸 真的 姑娘 真的对不起你了 跪在地上的这个女人 叫汪小燕 2003年 因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晚期两年执行 那什么的时候 她就要求我 去亲吻她的时候 我就碰着她的手 就碰着她的脖子 我就 掐了 那时候我就想 真的 我掐了 你说我不活了 我就 又说 把她 吓死我了 用刀 然后 麻烦 王小燕嘴里的她 是谁 我们就这样的结婚了 那时候 岁数小 也不能登记 王小燕 王小燕杀害的人 是她的未婚夫 虽然没有领取结婚证 但按照他们村里的习俗 吃过订婚饭后 两个人便同居在了一起 案发那天 他们同居整半年 他死了之后 我就自杀了 我就把我的手脚全漏跳了 当时 拉开的时候 全都是白色的血管 血刺刺的烫 当时我很迷惑 特别特别迷惑 口渴 当时 屋里边那个血腥味 真是难以安逸 就是 哎呀 就不行了 真的特别特别的行 后来我就晕过去了 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一年 王小燕二十岁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二十岁的女孩 对自己的未婚夫 痛下杀手 并且能在杀人之后 寻求各种手段 甚至不惜割断自己的 手筋脚筋 一心求死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别人都不知道 同方面都不知道 尤其看见我答案的管教 我会知道 每次每个管教待我的时候 我都知道她会知道我这件事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王小燕说 从案发那天起 她就用沉默将自己包裹起来 我进看上所之后 我就是自己封闭起来了 不跟任何人说话 三个月的时间 看上所进去的人都以为我是聋哑人 不仅如此 在要她提供犯罪动机 犯罪经过作为量刑依据时 她甚至用沉默对抗警方的审讯 那个时候 可能是 当时是不想活了 把口供出得很不好 就是想杀她 我就没有别的意思 你说因为什么原因 也没有原因 因为我不想说出口 我不想跟任何人说 我遭受这种虐待 什么样的遭遇 令她这般难以启齿 身处何种境地 才会让她选择 蒙归不尽 心理访谈系列节目 高墙内的心灵救赎制 难以启齿的过去 正在播出 王百慧是汪小燕的管教 当初是她把汪小燕 送去监狱教育科 做心理疏导的 就是他们正常 每天晚上 有组织正常在 那个活动室学习 然后也有的时候 在监舍坐板 就是看电视 然后那个 看那些电视剧 然后我就正在 巡视监舍的时候 就看她 大家都在那看着 她就坐在那掉眼泪了 不一定是因为什么事 她就突然之间 坐在机台上干着干着活 然后就流着眼泪 然后我找到谈话的时候 谈过几次话 她都是不太想说 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她挺木讷的 不怎么说话 张月是监狱教育科的民警 跟汪小燕的第一次见面 让她至今记忆深刻 我说坐吧 然后她就往后退了一下 汪小燕的状态 让张月很好奇 但看完了她的犯罪卷宗后 张月一下明白了什么 看了她的卷 她是挺震惊的 也挺 就是作为女人 其实挺同情 也挺可怜她的 在清除了汪小燕的整个经历后 接下来的几次咨询 张月没有再提及 跟案件有关的任何问题 更多的只是陪伴 这个是沙盘 来 把手放在沙子上 把背上眼睛 感受这个沙子的柔软 可以想象一幅画面 中间有个房子 房子周围是一个栏杆 栅栏 这个栅栏把这个围得很严实 说明它很封闭 面上它没有摆人物 然后我问她 那我自己呢 她摇了摇头告诉我 没有 那我说你结婚了吗 然后她就低下头了 说结果 我说那你的爱人呢 她说我把她杀掉了 当时她都不敢抬头看我 然后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原因让你杀掉她 是她打你吗 然后点了点头 我说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然后她又想了一下 摇了摇头 我就知道我们这个信任关系 还没有完全建立好 所以我没有再继续追问 我知道这个东西还不到时候 一次次的陪伴 一步步的深入 终于在第七次咨询时 汪小燕向张月打开了心扉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如果我跟你说了一件事 你会笑话我吗 赵干人说 不会的 就握着我手 拍着我肩膀说 你能把我当成朋友吗 你对我清楚什么 我都不会说 我发自内心 也不会嘲笑你的 就这样呢 一点一点一点的 跟张警官说了 历经七次咨询 持续四个月的陪伴 她才小心翼翼的敞开新门 她究竟经历了什么 心理访谈系列节目 高墙内的心灵救赎之 难以启齿的过去 正在播出 王小燕今年32岁 但入狱已经12年 十几年来 她一直对自己的犯罪动机 监口不谈 在案发之前 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 结婚之后 面上的事很正常 只是我和 我对象之间那种 完全非常的不正常 一开始我没有觉察到 就在她以前跟我提过 只不过是我没有顺 没有想什么 后来就是 我觉得好像是 可能是两个人在一起走那样 可能不会找到那种 那种大约吧 我就顺了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 正常的性生活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就是她怎么办 我就怎么办而已了 再后来就是 她就变样的来欺负我 王小燕是一个农家女孩 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 夫妻生活是怎么一回事 在认识被害人林某之前 王小燕没有过任何的恋爱经历 更别说是性经历 在她蒙聚后发现 等待她的那种生活 如同恋郁般煎熬 因为她看了一些那些片 什么不正常的片也是 四星片 对 然后她就一开始让我模仿 就是一点点的模仿 这些影片中 看到一些什么型的花样 花式 就会想在她身上去做一些尝试 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 我都在都睡在梦中了 可能会把我整醒 有的时候 一天晚上有的时候 三次到四次五次都有过 我来月经的时候 她也不会考虑到那种感觉 只要我想什么时候 就什么时候 当时我说不出的那种痛 太难受了 那个时候我没有勇气 去拿刀杀她 最后导致到我们的 心如火 就是让我无法忍受了 再后来就是 她要找什么样的感觉 就像她前前一个人的感觉 要那种感觉的时候 我很害怕 当时我自己一个人 在晚上在无看电视的时候 她就冲进去 就要那种感觉的时候 我当时也不知道 我吓得不行不行了 就是这样也让我受不了 还有就是非她身体的东西 来去糟蹋我的时候 就拿其他的异物 去往她身体里头放 就是导致她 当时她这个带活了 导致这个活已经错位了 然后就经常会出血 她自己其实也都去医院看了 也跟她老公说了 但她老公还是不管不顾 到最后我接受不了的同时 我就在想 我该怎么办呢 就是不知道跟谁说 就这么丢人 所以说 那个时候 我就早就想 去把她杀了 我以为就不活了 王小燕一直用生不如死 来形容那段日子 但当她一次次被推到生死边缘时 她能做的 只是一个人在恐慌与惨痛中 咬牙忍受 无人诉说 因为自己选的嘛 你就是无论你什么原因 你自己选的 跟她在一起了 你承受这些事 你受不了的时候 你不能倾诉的时候 我是没有办法的 当问及为什么不能反抗 或解除婚约时 王小燕的回答 让我们很是意外 她搁监狱图了 她那种人特别让人感觉到凶的那种 其实你要是不服从我的话 就是我就是让你遭殃 让你倒霉 让你全家都受连累 我一辈子不结婚 我让你顾不消息 你相信吗 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原来 王小燕的未婚夫在跟她认识之前 就因持刀抢劫罪进过监狱 当初当得知女儿要跟这样一个人结婚时 王小燕的父母极力反对 我爸妈当时就哭了 我爸说 我妈说 姑娘 爸爸妈妈这么别人 你都不能听话 你说 大家条件 咱们不说什么 不是真的幸福 我就觉得你不会幸福 因为跟她这种小孩 你太胆纯了 就是说 她就是一个眼神 她那一段就是一个道 你说你十个脑袋都不如她 你说你会不会 将来会遇到什么事呢 你都不会处理 你说你现在又跟她结婚 组成一个家庭 你什么都没有 你怎么过呀这日子 那我没有听 我爸爸妈妈一宿没有睡觉 就跟我说前言后我 说你将来会遇到什么 什么样的事情 当时那时候小 可能是刚开始遇到爱情吧 就是 自己钻进去了 也出不来了那种 第一次品尝到爱情甜蜜的汪小燕 对父母的劝告抽耳不闻 一头扎进爱情的潭水中不愿出来 当她跟林某订婚并同居后 她才意识到 她一直深陷的不是爱情的潭水 而是可怕的泥沼 是在2003年的8月11号 8月11号的上午8点多 等到9点的时候 她就说 你就想跟我来 今天发生那种关系 我说这大白天的 我说那能不能不这样呢 我说你现在我已经也受不了了 然后她就白搬了酒 她要把我绑起来 后来我一想 然后就窗里 然后门都锁上了 我在想我就同意了 她说那我们换个方式吧 男的说那行啊 然后就是给她 她把那个男的手脚就翻绑起来了 但是我就在想 今天我不能再让自己那么遭罪了 那么痛苦了 我今天就必须杀你了 然后那个男的说 那你也来亲了 然后她就上学 下了个男的脖子 然后给掐晕了 掐晕了 她当时心里很害怕 怕这个男的醒过来 就赶紧去厨房拿了刀 然后再在那个喉咙上 给她搁喉了 因为人还没有气了 然后我就想 我就拿起刀来拉自己 然后她摸了店门 她说她把那个电线展开 她说她都握住了 但一下又被打开了 她说又去握 然后又被打开了 就是她说根本吸不住 她说这个没死了 她之后又喝了农药 之后喝了农药之后 她又自己隔了外 就可以看到手上很大很大的疤 脚上也是 这个手的动脉已经舍了 就是当时拿完它的时候 再拿刀拿这个 就已经不好舍 拿不起来了 你现在这五个手指都灵活吗 不好舍 我这个是这样的 我干活的时候 我手是这样干的 因为它已经失去了 这个劲了 这个一放平 它是抠了的 撑不开的 2003年8月11日 汪小燕亲手结束了这段 让她生不如死的婚姻 同时拖着残弱的身体 开始了长达25年的铁窗生活 我们看到汪小燕 因为忍受不了 未婚夫对她的性暴力 动了杀机 把未婚夫杀死了 她也想自杀 结果呢 自己自杀没有成功 最后呢 进了监狱 其实现在我们能感觉到 汪小燕在说这些事的时候 我觉得那样的一种创伤经历 好像还历历在目 还在经历着 那么我们监狱的心理咨询师 会对她进行什么样的帮助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今天我们就要关注 这样的一个内容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吉林省女子监狱的 民警咨询师张月 你好 你好 今天心理专家是杨凤驰老师 你好杨老师 你好 其实我听到汪小燕在说她 未婚夫对她那种性暴力的时候 我真是 也是起鸡皮疙瘩了 每个人听到这都是不喊而栗 她有没有 比如说在刚开始 她不喜欢这种方式 对吧 她觉得不太好的时候 她有没有用别的方式来阻止这个事情 基本是没有 就觉得这个事 要向人向谁求助 或者什么 她觉得这个事是难以启齿 她是怕人知道的 当时因为也是那个房子跟父母都很近 婆婆家跟那个父母家都很近 所以她甚至都不敢大声喊出来 都不敢大声哭出来 就是怕别人知道 听起来这个 她和这个 她的未婚夫的只有不到半年的这个时间 但是是不是可以想想 时间是半年 但是她每一次遭受的这样一种性暴力 在她心理和身体遭受的那种伤害 可能不是以这个半年来估算的 她是相当严重的创伤 因为对一个人 这个实施身体暴力本身 对这人的身心影响就比较大 性暴力 又是人们最敏感 最隐私的地方 发生的暴力 这对人的伤害是更大 更严重的创伤 性的暴力发生在 号称是有情感关系的人之间 否则我们干嘛到一起 对吧 到一起是因为相互爱慕 或者相互吸引 或者相互有好感喜欢 而这种好感喜欢和相互爱慕 带来的是自己身心备受摧残 对对 那你想想这个人以后可能 对人和人之间的情感 爱情都不会相信了 因为她觉得这些东西背后都是伤害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严重创伤 应该值得我们认真重视 而且我们应该给予很好的创伤治疗 我不知道你们在跟她走近的时候 跟她谈起这些的时候 她现在是一个什么态度 她现在通过咨询吧 然后她对我现在比较信任 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之后 会慢慢引导她 她现在已经可以把这件事情 像媒体啊 像咱们的节目说出来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 对她来说也很大的一个进步 但她说完了之后 她其实还是觉得自己还是不好的 她对自己也很否定 她很自卑 所以杨老师是不是从一个女人 从当年的忍辱负重 是吧 难以启齿 到后来哪怕是消灭了那个人 然后让自己也结束 她都不愿意把这个事情让别人知道 现在她进了监狱以后 她能把这个事情跟张岳他们说 这是不是能看出 她其实已经往前走了一步了 这个我觉得是张岳做了特别好的工作 而且很卓有成效的 因为她并没有去反复挖掘王小燕这一块 而是努力跟她建立关系 建立可以信任的关系 然后让王小燕觉得她就是她的亲人 让她主动说出来她自己难以启齿的东西 这就是处理这创伤最重要的一步 否则我们处理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件事 对对对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卷宗暗卷看到了 但是看到了如果由张岳嘴里说出来 你受到了什么什么 那她有可能会更多的去退缩和防御 对对对 更不利于处理 我们把关系建立好了 她自己说出来 这就是她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对 现在她又能向媒体来说 我觉得这她又扩大了她内在空间 她的精神空间 能接纳能加工处理这件事 我觉得这又是更好的一个进步 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也有纠结 我们的导演跟我说 采访完她说完 她第二天 她跟导演说 她说 我昨晚晚上想了一晚上这个事 她说 我觉得我跟你们说了 你们会不会嫌我脏 就是她还是有这个 所以这一块 就是刚才张岳曾经提到了 她还在这块有所纠结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 到底是我们脏 还是对方太坏 对对吧 因为她现在把这两个结合在一块了 对对对 现在要做的就是她要跟这未婚夫要剥离开 对 就是她做的这个事情 她让我做的这个事情 我不做 她威胁我 而且威胁我生命 我是被迫的 所以如果说这里有多脏 就是她脏 但是说到这儿 可能观众朋友跟我们一样 有一种想知道说 其实看起来 王小燕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 家里也没有什么大的矛盾 和家父母关系好像也还听她说还可以 那么这么样一个女孩 怎么会爱上这么一个蹲过监狱的人 这个曾经的一个抢劫犯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好不好 我爸我妈 我都挺长时间没有这么接见过 已经七年没有没落马手了 七年没有慌我爸 每次都搁在那个玻璃 2015年9月19日 监狱安排了一次特殊的接见 来了吗 妈 认识我吧 我是谁 是大姑 来 来 上这 来 来 来 坐这 爸 你们刚到了 到半天了 坐 人家这么瘦呢 妈 妈 你身子 身子咋样 没事 没事 咱们有 你别着凉了 天凉的时候别着凉了 这么瘦 妈可胖了 你现在这么瘦 你现在这么瘦 到这时候 那什么神经 机关啥子都是退化 那种胖子 到老年 到晚年瘦点好 爸 大家现在这种条件是不可不好的 其实实在也比说好不好 也就这么的对凑合着 对我为事 你就因为我欠的那个钱 是不是现在还没还上 哎呦 你不管 你怎么慢慢还 你说那行的这么多吧 那手伤 你别骗家 怎么刚刚以后 别骗家 我不管 你小弟 家不管 我店不再不管你 盖房子 你从事以后 你从事以后 盖的房子 你10年 20010年盖的房子 盖完房子 从你盖房 出现你老弟几乎 共计花了16万左右 爸 现在就这种情况 爸 现在还有点 有点这个 但都好说 爸 妈 你俩太不容易了 生儿育女 就这种什么事 亲老弟姐 真的把你牵的够翘 我现在也不到说 姐你坐点 你坐 你也坐 现在还是 以前我跟你说的 咱姐俩 就是这个家的后盾 就是啥呢 爸和妈就瞅着咱俩 咱俩好好的 爸和妈才能好 是不是 咱俩好好的 爸和妈心态好了之后 自然就能长寿了 是不是 以后咱们姐俩 共同的 等你出去之后 共同的去笑点咱爸咱妈 一说长寿 心里更不得劲 当时 出去想结婚的时候 爸妈就耍活十年了 我进这里边又耍活十年了 真的 那个时候吧 谁都不能好 咱们不想那些事好不好 有的时候都不知道 爸妈是怎么熬过来 怎么挺过来的 人里认命 就这样 在再见到家人后 王小燕一遍遍诉说着对父母的愧疚 王小燕告诉我们 她虽然出生在农村 而且还有一个弟弟 但父母一直把她视为掌上明珠 因为我出生在农村 是挺幸福的 我对我的爸爸妈妈 特别知足 农村小孩没有的 我都有 没有带的 我都有带 穿的都比他们的好的好 妈妈说 姑娘你乱 有句话说 天堂喜乐服务苦姑娘 你好好在家 待几年 爸爸妈妈不需要你出去打工 也不需要你给家挣钱 你就好好在家待几年 到了二十三四岁的时候 咱们好好选一选 挑一挑 然后咱们再结婚也不晚 那我没有听 王小燕说 入监十几年 除了那些遭受性暴力的过程 她不堪回首的 还有当初她割腕后 被送去医院 在抢救室外 发生的 她说就是 五十多岁的父亲 就是当时就给医生跪下了 因为她当时有一段时间 是没有钱 其实家里没有钱了 所以就是消炎针都停了 她这父亲就给医生都跪下了 说千万不要给孩子停药啊 就是我们马上去借钱 爸爸不知道怎么办 亲信已经借了 借便了 然后就没有办法 就办法了 她当时其实心里是一心想求死的 她把父亲骂跑了 跟父亲说你滚啊 你就是说了一些 让父亲走 让父亲上心的话 然后那个其他就是病床的那个病友 都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呢 说你的父亲就是自己怎么是偷偷地抹眼泪 我老爷说姑娘你好好活着 你爸爸为了你都给跪下了 你知不知道 你说你爸那么大个男人 就在你面前跪下 求人给你赴鱼要飞 你很有心思 爸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想跟你们磕个头 爸你这么多年亏欠你们太多太多了 你是不是 以后你回去吧 你都说 你活的那个 爸妈你俩坐着 爸 真的 母亲死都破了 当时没有不听话 你走到今天了 你要这么一话 爸爸心里这么离 爸 我真的不磕 那你妈 我以为你把爸爸分享到我的里面 一路都离 我觉得我太对不起你了 太对不起你了 你让我给你磕头 完了我这个心愿 爸 真的 不是真的对不起你 所以看着这儿 我们真的能够 真的可以去想象 这半年对于汪小燕来说 经历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她可以把一个当年年幼无知的 看起来其实她真是还是比较 花季少女 花季少女 而且非常单纯 是吧 而且也是被父母宠爱着的一个女孩 最后把她推向了 成了一个杀人的罪犯 她说她跟父母关系不错 她从小也挺幸福的 你觉得这是她自己现在的一个表达 还是她真真就是这样的一个成长路径 她说起来的时候 说起她父母的时候 她都是微笑的 我觉得她是挺真心的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怎么去看呢 如果你跟你父母感情那么好 而且当初父母也是阻止他 跟这个男的好的 那为什么当时她不听呢 当时才16岁 还没有谈过恋爱 这个男的就是也是在社会上混过一阵 所以就挺会说的 花言巧语 然后猛烈地追他 而且当时对他是很好的 就是在别人面前都做得很足很好 很很面子 父亲来的时候照顾得很到位 他的一个恶印就是来自于他认识的未婚夫 从这个时候看 好像是感觉他是一个偶然的一个选择 导致了他走向的犯罪 就是有偶然性 现在看上去是特别像 就是他偶然遇上一个品行不端的恶劣的恶徒 然后就误入魔掌 对啊 也没有办法摆脱 摆脱的方法只有把恶徒杀掉 那这种思维呢是相当简单 而且知识十分匮乏 对 一般的医学知识啊 生理学啊 都谈不上 就是连基本的社会知识都缺乏 这单纯因为缺乏知识造成的 还是说还有其他的内在心理学原因 造成他这个犯罪 你觉得 我觉得他这个家庭就是从小就给予他很多的保护 以至于他这个解决问题啊 或者是他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不会那么强 像一个长大的孩子 然后当遇到这个男人或者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而且这个事情 如果一直受到太多的保护 没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遇到问题应该还是求助父母 对 为什么不听父母的话 要跑到这边来 他很保守 他觉得这个事情 很保守更不应该往外保 是吧 很保守 应该在爹妈身边 爹妈说现在不能谈恋爱 太小 就应该不谈啊 老师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咨询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 所以谈了比较多 他给我讲到过他小时候 他出生的时候身体很不好 所以父母对他就是很精心的照料 他小的时候还有一次淘气 两岁的时候拿那个舌头舔了运斗 所以就是虽然没有有受太大的伤 但是家人对他更多了一些关照和关注 后来他有了弟弟 他家人也没有因为有了这个弟弟 就是对他不好 相反就是给他买的东西 要比给弟弟买的要好很多 农村小孩就是 他很小的时候 他爸妈就给他买了那个金耳钉 你这样一说 我又产生另外一个假设 因为从现象上看 他跟父母不是完全顺从的关系 不是完全顺从的关系 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原来父母关爱不够 这有一想男孩对我不错 我就觉得特别温暖 就投入人家怀抱 你们不同意不同意也拦不住我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父母对这孩子交惯有加 溺爱过度 这孩子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随着你 你想想年纪 你要金子不给银子 你要上房 我怕你摔着 我也让你上 有可能在此之前 这孩子要干什么 父母要想干涉就干涉不了 他现在我有喜欢的男孩 我就要跟他去 你说我 说我也不听 就是交惯和忽视 都有可能造成 这孩子脱离父母的控制 现在面对张玉岳他们对王小燕的那些一系列的心理帮助 您觉得接下来他方向主要是哪个 还需要怎么做会更好一些 我特希望你去 在跟他常谈当中去收集一下 在他早年生活 尤其是在认识这个男孩之前的生活里 他家庭里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样有助于解读 帮他捋清自己的内在心路历程 对 然后他以后要再怎么改造 朝什么方向 他怎么解决自己的心结 就对他有帮助 对 现在爸妈妈也放心了 我爸妈老了 要死我 天下我妈可胖了 瘦了 我现在在外面能看见他吗 是吗 我妈妈 怎么能从这出来 还有选择 妈 爸 爸 妈 听不见 他们听不见 一扇玻璃 不但将她与父母家人远远地拉开 更让她与外面的世界彻底隔离 看着父母远去的背影 不知道如果有一天 她意识到是父母的太过骄纵 主推了她的任性冲动 她会情何以堪 一场怎样的悲剧 让丈夫不愿给她生的可能 丈夫要求对她死刑立即执行 又是怎样的惩罚 让她心生怨恨 痛不欲生 妈妈 妈妈 你不要离不去 她究竟该如何重塑自我 再度新生 心理访谈系列节目 高墙内的心灵救赎 下周播出 致命的婆媳仇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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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码下周播出